棚子夏排滿人籠上百名台大醫院外包的術物跟清潔員正在進行採檢 全院一共8000人通通要趕在20號早上採檢完畢 不過除了已經公布的10名公務室員工確診 現在又傳出有多名員工抗原快篩陽性 全院篩檢是逐批逐批在進行 他們很努力 那目前這個全院的篩檢是同時用抗原快篩 也會做PCR 所以目前全院的篩檢其實整個檢驗都還在進行當中 指揮中心表示目前的PCR裁檢結果尚未出爐 不能以快篩結果定論 而台大醫院副院長王明駒也分享自身經歷 遇到驚險5小時 就有一個同仁他出現了一個淡淡的陽性 好像是有兩條線 那當然就很緊張 沒想到也許那樣的一個危險就跟你身邊的這種感覺 其實是還蠻恐怖的 台大醫院降載引發部分民眾哀怨 臉書粉磚抓住那個醫生 首會流程圖分析 嚴重的症狀和危急的病人 加起來只有百分之十二 呼籲民眾應該要先審視自己的健康狀況 如果出現呼吸困難 持續的胸悶跟意識不清 皮膚指甲發青才需要到醫院就醫 也分享觀念 建議大家把自己都當作是無症狀患者 最重要和有效的是 以最大的限度降低人與人的連結 呼籲大家把醫院的資源留給重症 否則離醫療崩壞只差鈴門一腳 另外台大醫院院長吳明賢也在臉書投文說 這場戰役不能怕麻煩 因為越怕麻煩只會越麻煩 也引用邱吉爾的名言說 千萬不要浪費每一場危機 希望和同仁一起加油面對 認為只是00前的短暫黑暗 也呼籲還沒有打疫苗的一線同仁 在普篩後趕快去注射 TVBS新聞綜合報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